欢迎收听4月24号明示Parkis的陈间即时新闻 今天封面通过各地荣誉会有雷震雨出现 西半部以及宜兰花莲地区会有局部大雨 可能伴随雷击以及强震风 要慎防短延时强降雨 迪洼地区要防积水 各地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 高温是23到25度 其他地区是27到30度 华莲富凯大饭店昨天地震之后严重 晴岛必须进行拆除作业 今天下午或明天早上 开始拆除 会才24小时进行轮班拆除 403大地震倒塌的天王星大楼 跟这次倾斜的统帅跟富凯 三栋倒塌大楼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三角形 都在米伦断层上引发了网友讨论 不过专家指出 找不到米伦断层重新活动的证据 认为这次的受灾倾倒应该只是巧合 昨天凌晨发生规模破6的地震 很多人被摇醒 余震不断让人不知道该逃还是该睡 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是说 如果睡觉时被地震给震醒 千万不要起来找桌子底下躲 摸黑不清醒容易发生碰撞 建议先躺在床上用枕头来保护头部 而且确保天花板床头没有可能砸落的物品 肠病毒上周门急诊达到了1万1000多人次 比前一周上升了22.3% 是近10年同期最高 已经达到了1万1000人次了 卫福部机关署长曾淑惠宣布进入流行期 比往年提早了一到两周 预估今年主要流行克杀期A型 提醒民众要谨慎落实手部卫生 还有呼吸道的礼节等等 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 总额950亿美元的包裹法案 之前众议院通过之后 今天在联邦参议院关键测试投票 是以80票对19票压倒性多数通过 最快今天或明天举行最终的表决 最终表决通过之后 就会上陈总统拜登签署成法 美国国会又有跨党派访问团来台 赖清德特别感谢美国国会 近期是以具体立法的行动来深化台美关系 不过外界关注2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 众议员麦克里恩他表达了立场 希望可以持续传达和平的讯息 但也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 从去年文创法上路依旧是有黄牛 加价转售或者是不正当抢票的乱象 刑事局追查发现很多的黄牛 为使用知名电脑抢票程式 组成了专案小组到新竹 逮捕撰写程式的一个嫌犯 从2018年起免费提供抢票外挂 给民众下载使用 虽然没有盈利行为 还是被以帮助犯的身份送办 2024年3月外食价格年增率 来到了3.49% 还爆发了死案事件 但似乎没有影响到国人对外食的偏好 经济部昨天发布了3月餐饮业 营业额达到了875亿元 年增是13.6% 今年第一季餐饮业的营业额是2759亿元 更是创历年单季的新高纪录 以上新闻由明示信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